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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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书里的杨家将 便在这个时候与北方的辽国 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从开始的杨敬业 到后来的杨六郎 杨宗宝 穆桂英 打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 然而现实中的北宋与辽国并没有进行持久的战争 而是战争刚刚爆发开始 北宋在占有绝对军事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的情况下认识了 为了和平更为了皇权的稳固 北宋采取了绥靖政策 用每年给辽国一笔巨大的压岁钱 代价 换取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时期 从此两国插刀为戒 过起了各自的幸福生活 在公元1125年左右 曾经不可一世的辽国 在后起之秀女真政权眼里 如虎欲狼 剑一次打一次 其窝囊程度不下于当年的北宋 女真首领阿古打联合北宋 一举揭灭了这个建制二百多年的契丹政权 即使辽国皇帝也被金国给俘虏了 这个历经过九位帝王 统治了中国北部二百一十年的政权从此消亡了 在谢强盛时期曾经欺负过女真 如今女真族的天下 也用同样的方式不断虐待契丹人 为了生存 一部分契丹人在大将军石林的带领下 逃亡到了如今的伊朗 并在伊朗建立了一个尔曼王朝 这一王朝对西方影响特别大 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俄文 拉丁文里中国仍然被叫做契丹 然而这个民族真的在我国境内彻底消失了吗 说起契丹 我们不由详细乔帮主 他就是契丹人 契丹与北宋病存在那段时间 世界人只知道有契丹 不知道有宋 他们将契丹称中国 赞叹契丹的繁华 1990年的一支考察队 在今天的云南的边界地区 发现了古契丹人的影子 他们不仅保留了一部分古代契丹文化的传统 在他们的祖坟的石碑上 还发现了契丹小字 甚至他们的祖仆上 都明确记载了他们的祖先 来契丹耶律阿宝基 还有专家 在金蒙古呼伦贝尔境内 也发现了部分契丹人的踪迹 随着DNA技术的不断完善 通过基因验证法 已经验证了 他们就是契丹人的后裔 如今56个民族是一家 无论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传人 大家都平等有爱的生活在一起 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